像我们刚刚有提到如何批式转载成PDF 这边也有 其实很多东西 其实我现在就是把一些细节部分跟各位做分享 其实有些同学可能一些细节假如不太清楚的话 怎么变出来不知道的 然后就会很容易就Google来Google去 然后有时候Google到的东西 真的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就像比如说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像各位看到那个 像为什么我的程式跟网路上的程式 有时候真的可以比较一下 真的不怕比较 像刚刚同学就是资料夹可以删掉 那如果像同学说 老师那如果我原来没有那个资料夹 那我要先怎么样 先检查一下资料夹是否存在 如果不存在呢 就把它建立起来 那这样要怎么做呢 所以应该就有同学 我之前没讲就有同学 他就去Google一下 是否存在 目录是否存在 然后我就找了一下 哇有这么多 然后我就随便点了一个 发现他有提供程式 写这么多 这么多 这会有人直接把COVID拿来用 也可以啊 可是说真的 真的需要这么多东西吗 其实不用 其实就只有这样子 这样就好了 如果这个目录不存在的话 你就告诉他那个目录有没有存在 然后后面记得就是 就是 逗点 多一个就是说 因为我们刚刚预设是用找档案 但如果你不是要找档案 你是要找什么 找那个目录的话 那你就是要用这个 Directory 你就要选这个 你要找的是目录 那如果找不到的话 如果找不到就刚刚一样 跟DIR 不是 DIR等于空的就是找不到 意思就是说 我找了目录 我刚刚是找档案 我现在是找了目录 就这样而已 程式真的就只有一行而已 可是我刚刚看了一下 网路上 居然可以写这么多 应该 他是不是还做什么其他功能 我都不知道 不过 他前面又订一堆 然后还On Air OK 反正也可以参考 还有一堆 另外还有用什么 Directory 是什么 用System of 也可以用很多其他 但是我觉得 有的时候 程式 没事不要写那么多 对不对 你很多方法 但是 像我的习惯 我讲过 我一定选 程式最短的那一个 我讲过 我程式越短越好 程式没事写那么多干嘛 又不是要赚稿费 对不对 然后 越简单 越明白 越直觉越好 所以其实真的就是这样子 如果等于空的 检查的是目录 如果没有那个目录 我做什么 就是去MKDI 就可以了 所以你也可以再找一下 Google 你可以 我刚才也Google一下 建立目录 WBA 网路上还蛮多 也是写了一堆 OK 可是说真的只有一行 你干嘛没事写这么多 所以MKDI 后面就给他一个目录名称 这样就搞定了 我们试一下 把它按F8 目前我把那个目录给删掉 对不对 所以目前桌面上没有那个目录 那它会出现什么 检查不到这个目录存在 不过特别注意 没事不要多加这个 多加这个会变成他去检查这个目录里面的根目录 那一定会检查失败 OK 所以再来的话 帮我建立这个目录 不过建立目录 记得要完整的辞叠 还有目录名称 还有最后这个才是关键 OK 那你就把它建立起来 有没有发现 马上就建立起来了 有很复杂吗 没有啊 很方便 对不对 所以程式真的不用写很多 但是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反而你写的 最怕是有同学 是don't call一点 call shecall一点 然后call到最后 全部都不是自己的东西 那最后为什么会错 一定也不知道 所以这是最惨的 OK 那基本上的话 再把它全部执行 因为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可以 当它没有 那我就建立 一定不会错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 跟各位说明一下 所以这边主要是用了 两个东西 DIR 跟MKDIR 这两个都还蛮好用的 那至于还没有更多用 我是建议的 你干脆按F1 好像里面就会有一些相关说明 关于VBA怎么样去 建目录 甚至还有山目录的 比如说你目录要删掉的话 其实里面也有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是延伸性的 跟各位说明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那再来的话呢 最后 我们刚刚讲就是 如果他也是要判断一下 如果他里面假设没有 有档案的话 那就把它里面删除 最后的话呢 我云端上面还有分享一个 就是我们的 哪个 这个 第几个单元 第十个单元吧 单元十的部分 这边 如何批示转PDF OK 那转PDF实际上 就是我刚刚跟各位讲的 其实最关键的地方 我里面也是用了一个DIR 因为我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有多大的档 所以待会也许可以试试看 假如说我们刚刚把那13个班级的档案放进去了 那我希望怎么样 他们一键呢 全部变成PDF档 那其实档案就在这边 不过这里面的话呢 我还是用到什么 Fire Dialog的这个做法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判断那个目录是否存在 OK 如果没有就新增 就这样 这个还蛮好用的 因为以后很多地方都可以拿来用 复制贴上马上就有这个功能 不然的话你可能要找半天 那我把那个刚刚讲的那个 就是批示转档 成那个什么的PDF demo一下 因为可能没有太多时间 如果有兴趣同学自己玩玩看 这个还蛮好用的 主要是说我希望怎么样 来源就是一个Excel档 那所以我告诉他说 我的资料夹放VBA这个目录里面 那我要转到哪里去呢 转到VBA目录里面 我自己新增一个PDF好了 当然以后你可以贴心一点 自动帮他键一个PDF目录 不过这个我想你自己下去变化 好 然后按个确定就可以 那其实这两个按钮怎么做出来 其实这两个按钮 其实程式就是有两行 Fire Dialog 刚刚那个那两行而已 他只是把什么呢 把最后的东西 本来是传给一个变数 有没有 现在是传给什么 传给那个Range B2 跟Range B3 有没有 所以刚刚那两行 就真的只有那两行而已 还好不好用 非常好用 以后的话 人家要取得目录取得档案 都可以用这两行 就可以搞定了 也不用一个变数了 反正就放在储存格里面不就好了 那我将来要转档的话 那我就直接怎么样 拿这两个目录里 这个路径里面的东西 帮我转 那我按一下之后的话 这个时候呢 背后他就开始转了 那他里面呢就是怎么样 其实也是利用 里面的转档 就是我本来也不知道怎么转 但是后来我就跟他录制聚集一下 录制聚集 不是有一个另存成PDF吗 那我就录制聚集 我就是原来是那一行程式 那我就把我需要那一行程式 加到我的回圈里面 就搞定了 那最后做完的话 实际上就是 在这边有个PDF 里面的话打开来 就是一个一个的PDF 如果将来呢 你将来有没有一堆的东西 你要出出报表 也许太浪费纸张了 你也许可以用PDF 你要怎么转就怎么转 非常的简单 以后的话 那多少page就一下子 马上可以输出 要多少个就有多少个 OK 那这边的话呢 基本上呢 有哪些比较重要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基本上这些程式 如果你刚刚的东西 都有乱过的话 你应该就 应该不会陌生 这screen updating 我想各位不陌生 然后另外的话呢 from to 从哪里到哪里 只是一个路径名称 那最后的话呢 我用dir 先怎么样 找找看这个路径里面 有没有 有没有什么 Excel档 有的话呢 先抓第一个出来 那一样用do if 如果不等于空的 意思就是说 一直找 也有找到档案 做什么事呢 帮我先用 那个workbook 先开启 就是开启哪个档呢 开启我现在找到这个档 然后做什么呢 里面我是用录制聚集 找到有一个叫什么 export as fixed type 然后面的话 他就会多出这些讯息 就是他是type 冒号等于 xl 什么什么pdf 那这个后面 这个是我改的 改他的那个路径名称 到哪一个路径 那不过这里的话 我写了一个是什么 因为他输出的时候 会多点pdf 那点pdf 那四个字我要删掉的话 我就写了这个 先判断他的总长度 扣掉5 我后来好像就是用那个 算他总共的字数 然后去掉他后面的那个pdf的字 因为 为什么扣掉5 因为 后面是 点xlsx xlx不是四个字 再加个点 所以扣掉五个字 那这样的话可以删掉那个 点pdf 我想你可以这个本来直接输出的档名 假如说我不这样做的话 假如是这样的 我记得好像一个什么 路径 加一个这个 这个斜线 我不知道反应 会多出点pdf的档名 就类似像 什么呢 输出的时候 就会变成说 他的点pdf 这边会多增加一个什么 点xlsx 点xlsx 再一个点 这样子 所以会多四个字出来 因为你输出的话 他当然还包含他的档名跟负档名 所以我就用这个方法 把这个档名跟负档名把它分开来 然后不过 至于细节 你可以自己再追一下 因为这个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方法 用切左边 抓左边加右边串在一起 中间的就不见了 OK 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 你也可以试试看 所以最后做出来 就是我们要的结果 OK 那这个地方提供给各位参考 我是把那个程式放在哪里呢 放在那个 这个 这个 第十个 对 对